县乡协力,攜手提升民众的福祉 华林县长徐真伟在会见吉安乡公所 包含乡长游淑珍,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时 针对了部落聚会所、观光路览、改善等进行了提案 指示相关局处要给予协助,则其办理会堪 期盼协力促进民众的福祉 落实各项重要的建设和社会福利 县乡协力,攜手提升民众福祉 华林县长徐真伟日前会见吉安乡公所 包含乡长游淑珍,代表会主席初美云 副主席黄金发等人 徐真伟首先恭喜游淑珍高票连任 肯定游淑珍奔走乡镇的努力 期许未来四年,合租落实各项重要建设与社会福利 当日提案包含慈云山公墓及火化厂设施提升 纳豆兰部落聚会所兴建 老人福利馆、土地拨用、道路拓宽改善等 游淑珍感谢县长支持及县府团队协助 过去四年为吉安乡争取13亿7000万元经费 协助排水工程、道路改善等项目 徐真伟并指示相关局处予以协助 择期办理县地会刊 徐真伟表示,县府团队与吉安乡公所携手合作 各项施政蓝图政逐步实践 鲁南补克加速源计划、海淳秦深、客装二级工程、合成专案计划等 为乡亲提供优质公共场域 县乡建设串联达到乡城效应 期盼让人民对施政有感 共够缤纷吉安人文魅力 将吉安乡打造为嗜切宜居的幸福乡城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